严真卿 严真卿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大家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家喻户晓 他的楷书比例囚禁而气概凛然 人称严体 唐以后的文人默克 大都把严体看作是书法的正宗 可以说是书法让严真卿名动天下 但除了书法之外 严真卿在激荡着血与火的安史之乱的大变局中 他的精烛爆火与浩然正气 更是让人肃然其境 严真卿不仅亲自战斗在抵抗汉军的最前线 而且严氏一门也积极参与平叛 并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先后由三十多人为国捐躯 一个热爱书法的文臣 为什么有如此的凛然正气 严氏家族为什么能培养出众多的忠贞之士 百家将谈那部邀请陕西师范大学于庚者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中国故事爱国偏执 严真卿 严真卿 这个名字 我想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如雷贯耳 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 尤其擅长写凯书 他的字被人们称之为掩体 一直到现在还有无数的书法爱好者在临摹他的大作 严真卿的字给大家的首要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庄重 请大家看一下他的书法的代表作品 严秦礼碑 这个就是严真卿为他的先祖严秦礼所写的一块碑的踏片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字非常的庄严肃穆 很有风骨 这是严式的代表性的作品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看另一幅严真卿的书法作品 就是这一幅记纸稿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传世的严真卿的这个作品 上面盖满了历代收藏家的这个鉴赏印章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幅说法作品特别就特别在这儿 你看他 笔走龙蛇 我们发现里边作者已经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激动 你可以感觉到他那种悲愤之情 悦然纸上 应该说真情啊 毫不加以任何的这个掩饰 可谓字字弃血 触目惊心 这篇稿子写的是什么 这里边是祭祀他自己的一个侄儿 名字叫做颜继明 颜继明 生前曾经积极的抵抗安禄山的叛军 担负着平原和长山两个郡之间的联络的重任 往来穿梭于战场之上 后来他牺牲了 颜真卿去寻找他的遗骸 结果只找到了头颅 颜真卿亲手将其安葬 然后在悲愤之余 挥笔写下了纪纸稿 而这篇纪纸稿 宝贵就宝贵在 毫不加以任何的掩饰 没有任何的修饰 所以说反倒让他成了一个书法精品 号称叫做天下行书第二 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 可不是颜真卿的书法 咱们今天要讲的是颜真卿 乃至整个颜氏家族的满门中列 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爱国的举动 他有怎么样的壮烈的人生 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他的事迹非常多 要在这一讲里头 把他整个的一生完整的讲下来 是不大可能的 因此我们今天 简踏人生当中的两件壮举 来讲一讲 颜真卿人生的第一个壮举 抵御安室叛军 颜真卿出身名门望族 年轻时候呢就当了官 他走到哪当官当的都非常好 都留下了很好的正生 因此后来就被调到了中央 担任了世遇史 这是皇帝身边的近臣 但是好景不长 怎么呢 颜真卿得罪人了 得罪谁了呢 奸相杨国忠 杨国忠这个家伙 是一个奸命小人 颜真卿呢一身正气 跟他很不对付 所以这个杨国忠啊 就在唐玄宗面前进禅言 结果唐玄宗任命颜真卿 为平原郡太守 这等于啊 是把他贬到外边去了 颜真卿来到平原郡的 这个时候是天保末年 这个时候 国家的一个巨大的危机 正在酝酿当中 怎么回事呢 就是河北地区的那个 三道节度使 安禄山 他想谋反 而且他的这个阴谋 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就一个唐玄宗 还被蒙在鼓里边 颜真卿来到这时候 观察了一下形势 觉得如果安禄山要反的话 平原郡距离他这么近 肯定会成为前线 所以他要整顿军备 可是呢 你这事啊 还得瞒着安禄山 为啥呢 以当时安禄山的地位而言 要想整死一个颜真卿 那可是小菜一节 所以颜真卿要秘密地进行这件事 他借口说天降银雨 平原郡的城墙有所损坏 所以呢 调集民夫 来加固城墙 并且悄悄地积蓄粮草 而且呢 他还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整日和部下 泛舟池上 饮酒高歌 饮尸作腹 你还别说 你还别说 这安禄山呢 还真的派人呢 跑到平原郡来秘密侦查了一下 结果来了之后发现 这个颜真卿一副吊耳郎当的样子 于是回去就做了报告 安禄山觉得 这一届书生 不足为虑 结果果然过不了多久 安禄山举兵反叛 鱼羊皮股动地来啊 天下大乱 颜真卿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招募人马 而且他派遣使者 向唐玄宗报告说 说我准备在敌后举兵起事 唐玄宗听了之后啊 很高兴 怎么回事呢 这个安禄山这个叛军刚一起来的时候 河北地区二十四郡 几乎是一夜之间不战而降 结果这个唐玄宗使个劲凯探 说这个河北啊 一个忠臣都没有 所以接到颜真卿的报告之后 他特别的高兴 他当时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 朕不使颜真卿形状何如 所为得如此 意思是说 哎呀我不知道颜真卿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怎么能做出如此勇壮的行为呢 问题就出在这了 我得问您一句 哎 颜真卿当过世约史在你身边工作过 贬到外面去当太守也是你给贬的 怎么你就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的人了呢 宋代的何伟对此专门加以过一句评论 大家来看看 他说 自小大一个颜真卿 自不知信任 不知平日勾当甚是 乃之明皇 本无心至天下也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啊 这么大一颜真卿 这么一个忠贞之士 你就不认识 说明你平常啊 根本就无心打理朝政 那是啊 晚年的唐玄宗 那不比早年的唐玄宗 早年的唐玄宗那是一代英主 晚年的唐玄宗真的很昏溃 什么事都不走心 所以才能有这么一句话 颜真卿 这个正在筹集人马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怎么呢 安禄山派遣自己的使者 携带着三个唐朝官员的头颅 巡视河北各郡县 这三个官员都是不投降他 而被杀的 他让使者带着这三个头颅各处巡视 什么意思呢 那当然就是恐吓各个郡县了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啊 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就这意思吗 结果这个使者来到平原郡的时候 颜真卿命令 把这个使者腰斩处死 然后把三个头颅以领安葬 撒酒祭奠 这也就等于公开的对安禄山宣战 颜真卿在安禄山的后方起兵 可以说是在安禄山势力最为强大的地方 竖起了一面抵抗叛军的大旗 在颜真卿的感召之下 很多已经投降安禄山的地方 都纷纷斩杀安禄山派来的官员 然后举兵响应颜真卿 当颜真卿听说自己的一位兄长 也举兵骑士的时候 更是欣喜若华 那么他的这位兄长能协助颜真卿 抵抗住安禄山的进攻吗 颜稿卿 是颜真卿的从兄 是他的兄长 颜稿卿呢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 是常山郡的太守 当时叛军刚一打来的时候 河北郡县纷纷纷是不战而降 这个可以理解 你想一想 这个国家成平日久 老百姓九步之战 五倍空虚 敌人打来的时候 老百姓不是不想抵抗 而是根本在内地 你就找不着什么有战斗经验的人 连那个武器库里那个兵器 他都是 他都是那个朽坏的 拿都拿不起来 怎么打 所以很多郡县不战而降 刚开始 这个颜稿卿也是迫不得已投降了 而且去见了安禄山 安禄山呢 很高兴啊 赐他一金子 然后让他留了一个子弟 留作人质 放他回去继续担任常山郡的太守 结果颜稿卿走在路上 越想 心里头就越不是滋味 自己从小接受的 是儒家的正统教育 忠孝二字 无比的重要 可是自己 现在呢 却投降了敌人 违背了自己的人生信条 那你说我还是个人吗 我 因此 阎岛卿越走 心情越沉重 一路无语 他有一个手下叫袁吕谦 跟在他背后 也是一路无语 忽然之间 他转过身来 指着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衣服 对袁李谦 说了这样一句话 何为助此 咱们干嘛要穿这样一身衣服 您别看这句话很简单 这意思可就大了去了 饱含着自责 同时又暗示着 我要反 我要反啊 卢山 这个袁吕谦也是一个忠贞之士 两个人可谓是一拍即合 所以袁吕谦立刻就开始和阎岛卿之间商量 怎么样趁敌人不备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个时候 安禄山派遣的自己的将领 已经到了常山郡 阎岛卿呢 秘密 布置人手 趁敌人不备 将两个敌人的高级将领杀死 擒获了其中一个人 然后正式的举兵反抗 安禄山 当他反抗的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 河北地区的人民是欢欣鼓舞 首先一个原因 严真卿啊 曾经担任过市域史 地位比较高 第二个原因 那当然就是因为 那当然就是因为严真卿是率先举世的呀 所以他们推举严真卿啊 为义军的盟主 安禄山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十分的震惊 他立即派遣自己的大将史思明 回师河北来镇压抵抗运动 要说这个史思明这个家伙 咱们必须得承认 还真是议员汉将 勇猛善战 动作非常的迅速 严搞清启示才八天 史思明率领的部队 已经打到了常山郡的城下 这个时候常山郡的城防攻势 还没有完工 组织起来的这些民众 也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训练 但即便如此 严搞清仍然率众 进行了拼死的抵抗 到最后连剑都射光了 城池陷落 残忍的敌人 对常山郡的守城军民 进行了大屠杀 死者上万人 而严搞清和袁吕谦都被俘 被敌人送到了洛阳 安禄山那个地方 安禄山见了严搞清破口打骂 你小子 当年你不过是一个 泛阳的护曹 我推举你当了判官 不几年又当了太守 你不想着怎么样子报答我的恩遇 却敢在我的背后举兵反叛我 结果呢 人家严搞清 毫不相让 瞠目怒骂说 你当年不过是一个放羊娃 皇上提拔你当了三道节度使 你不想着怎么样报答国家 却敢举兵反叛 我呀 也就是身担力薄 我没有办法杀了你 狗贼你给我听清楚 少废话 你赶紧把我给杀了 安禄山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 命令人把盐 元二人拉出去 绑在一个桥柱子上 肢解 处死 两个人一直到死 都是骂不绝口 周围的老百姓看到这个情景 无不偷偷的哭泣 严搞清一家 死于战场和刑场上 多达三十余人 所以咱们开篇所讲的那个场景 就发生在这件事之后 当时战场条件所限 严真卿能够找到的 兄长家人的尸骨 只有严济明的头颅 所以记纸稿记的是严济明 但是实际上记的是严稿清 一家满门中列 在安禄山叛军势力最盛 气焰最为嚣张的时候 严真卿 严搞清兄弟二人 为什么能够不顾自己的安危 不约而同的选择 抵抗叛军 严氏一门究竟有怎样的加封 而严真卿在严搞清牺牲之后 率领异军继续抵抗安禄山的叛军 他们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严氏乃是中古之名门望族 他们家杰出人才辈出 其中包括南北朝时期的名氏严之推 也包括唐初的大儒严师谷 而且作为一个大家族来说 严家特别重视门风礼法的建设 比方说严之推 他就曾经写过一部著名的书 叫做严氏家训 就是我手头的这本书 严氏家训 这本家训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训之一 这里边上道中校 下道生活细节 无不尊尊教会 你要知道 此书名曰家训 不是简单的写给严之推的儿子看 而是要用来教育严家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这里边讲的就是做人的大道理 所以严家历代 就是在这样的一本书的激励之下成长起来的 这本书写得非常之成功 严氏家族人才辈出 一直到宋元时期 严家的人才还不断的涌现 所以人们对这本书推崇备至 称它为古今家训之祖 意思是说 后世的很多的家训都是受其影响写成的 也就是说严氏一门 都是在这样的一种家风当中熏陶成长起来的 所以这种忠烈的行为出现在严氏家族 一点也不稀奇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对严真卿的母亲 因事表达敬意 为什么呢 因为严真卿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已经去世 是他的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 而且我们可以想见 这种家风礼法的教育 一定主要是来自于他的母亲 常山郡的尸首对异军来说毫无疑问 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严真卿此时最需要做的是提振士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人叫做李厄来投奔他 李厄跟他说 给他出主意 说您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现在朝廷的主力部队 也就是郭子怡李光碧的部队 正在西面这个方向活动 您现在应该做的是西向 与朝廷主力部队加以配合 夺取战略要地 这样子敌人的溃散是指日可待 严真卿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 于是交给他六千兵马 而敌人前来与他们接战 敌人有多少呢 两万多人 但是义军奋勇争先 在战场上大获全胜 斩首万级 这一仗大大的提升了 义军的这个士气 而此时的安禄山 就陷入了首尾受敌 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境界 他是十分的恼怒 他把自己的两个谋臣 一个叫高尚 一个叫严庄叫过来 进行了一番严厉的呵斥 他说 如数年教我反 以为万全 金手同关 数月不能进 北路已决 诸军四合 无所有者 只辩证数周而已 万全合在 汝自金 汝来见我 啥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些年 就是你们整天窜夺我 要我反 要我反 现在反了 好了 现在成这德行了 咱们往西去 要打通关 通关那个地方 唐军哥书汉镇守着 咱打不了 咱现在想退回河北 也没路了 合着我现在手头 就剩了中原这几个郡县而已 你们赶快给我出去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你们 就这个意思 说实话 坚持既定政策 不放松 安禄山的灭亡 那还真是指日可待 果如真的话 严真卿也就可以告慰一下 自己的兄长 一家在天之灵 你们的鲜血 没有白流 可是问题就在于此时 形势开始急转之下 怎么呢 那个奸相杨国忠又开始出来搅局了 杨国忠这小子呀 他觉得 哥书汉手握优势兵力 不出战 这是另有所图 杨国忠跟谁都不对付 跟谁都是仇人 哥书汉也不例外 他总觉得 哥书汉手握众兵 是想图楼他自己 所以他整天窜着皇帝 跟皇帝说 这哥书汉要拥兵自重 所以咱不能让他闲着 咱得让他出去 跟敌人打仗 唐玄宗竟然听从了他的建议 派遣使者 而且是一波又一波的使者 不断到同关去催促哥书汉 结果 哥书汉没有办法 打开关门 出去与敌进行野战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败 同关失守 唐玄宗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仓皇出逃 长安城陷落 郭子一和李光碧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也不得不率领自己的部队西撤 颜真卿 颜真卿呢 想跟他们配合 那也没有办法了 只好也往后撤 此时 马为波兵变已经发生 唐宗宗 唐宗宗 唐玄宗 分道扬镳 这时候的宿宗呢 还是太子 李亨 李亨前往05 继位 影响唐王朝的安史之乱 最终被平定了 而此时的颜真卿 也意识到一个重大问题 那就是 安史之乱 不仅造成了生灵的土炭 更重要的是 它还造成了朝廷权威的衰落 所以 颜真卿就处处维护朝廷的权威 一身正气的颜真卿 由此成了一些坚硬小人的打击对象 一个叫如起的奸相 陷害颜真卿 让他去劝向一个叛乱的藩镇将领 那么刚直不阿的颜真卿会怎么做呢 颜真卿人生的第二大壮举 小义 藩镇 从唐宗宗到唐代宗这个阶段内 颜真卿历任过 历州赐史 县部尚书 尚书左成等官职 此阶段内 他的事迹仍然是非常的多 而且他还跟朝中的那些奸命小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先是由这个掌权的大宦官李辅国 后来又有奸相 袁宰 后来呢 还有一个奸相 叫卢启 卢启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 这个家伙 阴险狡诈 而且狠毒 此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我说一个故事 您就能从侧面体会到 卢启这个人长得相貌其丑 有一天他要去郭子怡的府上去拜访 郭子怡听说他要来赶紧下令说是 其妾们都不要待在屋子里边赶紧到后面去回避去 不要留在这 有人就问 为什么呀 郭子怡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卢启这个人呢 这个人阴险狠辣 而且相貌极丑 女人们爱笑 看了他那丑样子 难免要发笑 而卢启心胸狭窄 他一定会记仇 他日得志 那我们郭家就完了 您瞧瞧 您瞧瞧 卢启是个什么样的人 您听听郭子怡是怎么评价的 您就知道了 卢启根 严真卿 那严真卿一身正气啊 那肯定跟他不对付啊 他跟严真卿之间就有很深的矛盾 总想着整严真卿 有一次他笑着问严真卿 说是这个 最近呢 我们打算派您出去独党一面 您看您去哪里合适啊 啥意思啊 那就想把严真卿贬到外边去当官呗 贬出京城吗 严真卿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我呀 我这一生啊 受人排挤 到外边去当官啊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本来也没啥 只是我现在年纪很大 没想到您还是不能相容 当年 御史忠诚的头颅 送到平原郡的时候 我对忠诚无比的仰慕 他脸上的血 我都不敢用布去擦 是用舌头舔干的 没想到今天您这样对我 这话啥意思 御史忠诚谁啊 这位御史忠诚名字叫卢毅 他是卢启的父亲 可是跟他这个儿子不一样 卢毅是一个忠贞之士 当年洛阳陷落的时候 叛军抓住他 卢毅骂不绝口 拒不投降 最后被安禄山给杀害了 还记得咱们讲的吗 安禄山派了使者 携带着三个唐朝官员的头颅 巡视河北诸郡 这其中就包括卢毅的头颅 那颜真卿说这话啥意思呀 那实际上就是有一层意思 没给你点破 你看看你爸 何等的忠烈 你再看看你 瞧你那副德行 就这意思 卢启听了这话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对颜真卿非常的恭敬 但是实际上内心 越发的恨这个颜真卿 那是你这等于 用他老爸的手打他的脸 能不恨你吗 而此时 朝廷正陷入一个很大的麻烦当中 怎么回事呢 这个阶段内 唐德宗正准备 萧平翻阵 可是这个萧平翻阵的战斗啊 很不顺利 其中有一个军阀 名字叫做李希列 他反叛了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极大 李希列 辽西人 官拜 怀西节度史 曾经有一度 他也是终顺于朝廷的 尤其是帮助朝廷 剿灭过盘踞在京乡一带的那个军阀 梁崇义 是有功的 因此被朝廷后来又败为平庐滋青节度史 让他去打盘踞在滋青地区的李纳 可是这阵啊 唐德宗最大的问题是啥呢 急于求成 他手头没有一支雄厚的中央军的力量 而是主要呢 借助藩阵的力量去打藩阵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了 假如这藩阵他顺从中央也就罢了 可是这阵中央权威衰落 以至于这些藩阵稍有不满就敢举兵反叛 这个李希列就是这样 他这阵反了 他反对朝廷震动很大 因为他的反不但标志着朝廷前阶段 与藩阵的斗争功亏一篑 而且这个人手握雄兵又有谋略 他的反叛可以说直接的威胁到了唐王朝的安危 那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卢旗开始出来使坏了 他跟唐德宗说 说这个李希列这事啊不难办 不用兴师动众 咱们只要派一个德高望重之人 去劝说他 他就可以归顺 唐德宗啊 这事早已经马爪了 您知道吗 死马当作活马一啊 那赶紧就问他 那你觉得派谁合适啊 卢旗回答说 我觉得颜真卿就很合适 唐德宗立即就下令 让颜真卿出使李希列部 结果朝中的群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下就炸锅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 那李希列是虎狼之人 那是派一个人去劝说就能劝说的动吗 你这不等于是白白搭上一个元老重臣吗 所以大家就建议唐德宗收回成命 把颜真卿招回来 可是问题就在于颜真卿乃一忠贞之人 一辈子一身正气 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 人家已经立刻骑上马 动身 前往李希列部 这事啊 追都追不上 好 等到颜真卿来到了李希列这个地方 您再看 好家伙 那就像是那唐僧进了那妖精洞似的 好家伙 李希列手下上千人 把颜真卿团团围住 手里都挥舞着利刃 在那大喊着说要吃颜真卿的肉 要不怎么说像唐三藏进了那个妖精洞一样 只不过咱颜真卿啊 可没唐僧那么胆小 颜真卿一脸的不屑 小样 老夫我啥没见过 刀口上舔血过来的 就你们也想吓唬住我 这时候李希列站出来 假惺惺的用身体遮蔽住颜真卿 护送颜真卿到了管舍当中安顿下来 这其实啊 也就是等于把颜真卿给软禁起来 颜真卿对他小以大意 李希列呢 假惺惺的说 说我呀 我没想反叛 我呢 还是唐臣 好颜真卿就说行啊 既然你承认你是唐臣 那好了 我替你写一道奏折给皇帝吧 他就写了这么一道奏折 但是您可注意 他同时还写了封家信 他告诫家人 说你们呢 以后啊 好好侍奉家庙 您听见了吗 什么意思 颜真卿已经在暗示家人 我一定会牺牲在这个地方 李希列有一次还请颜真卿喝酒 结果在宴会上 他让演员进来表演 表演什么呢 讽刺朝廷的节目 演到一半 颜真卿勃然大怒 颜真卿说 啊 你不是自己承认你还是个唐臣吗 既然如此 你现在看看 你让这些演员来演的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你这所作所为 是仁臣应该有的行为吗 把李希列闹了个大红脸 只好让这些演员下去 这个时候 各路叛变藩镇的这个使节 都在李希列这个地方呢 有的人就开始对颜真卿啊 说了 说哎呀 这个 颜太师啊 久仰您的大名啊 这个您说巧也不巧 啊 现在啊 李公要建立大号 什么叫建立大号 那意思就是要称帝嘛 李希列要称帝嘛 啊 李公要建立大号 可巧 您就来了 您说 这是不是 天意啊 颜真卿听了这个话之后 立刻正色回答了这么样的一番话 他说 君等 闻言稿清无 事无凶也 路山反 手举一兵 即被害 够骂 不绝于口 吴 今年向八十 官至太师 守吴兄之劫 死而后已 启受汝 又邪烟 啊 你们听说没听说过 颜稿清的大名啊 他就是我的兄长 他当年被安路山杀害的时候 到死都骂不绝口 我现在已经年近八十 官至太师 我要守我兄长那样的节操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受你们这些人的威逼利用 这些人闹了一个下不来台 此时李希列手下 有一个将领 他呢 想归顺朝廷 密谋着 要发动政变 杀死李希列 然后向朝廷投降 结果这个事情 泄密了 李希列抓住自己的这个手下 处死了 从此以后 也加紧了对颜真卿的这个看管 颜真卿 自己揣摩 自己是一定会牺牲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预先给自己写好了墓志 写好了纪文 而且经常指着自己寝室的西墙壁 跟别人说 说这个地方 未来一定是我的葬身之所 这个时候 朝廷的军队已经调集过来 对李希列发动了猛烈的这个进攻 李希列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这家伙也就越发的气急败坏 他派人来到了颜真卿的住处 在这个院子里头堆放上了柴火 还浇上了油 然后跟颜真卿说 你投降不投降 你如果不投降 现在就把你给烧死 结果呢 颜真卿啊 还真就往那火堆上扑啊 这些敌人一看火 这老爷子真难对付 而就在此时一个消息传来 怎么呢 李希列的亲弟弟被朝廷的军队给杀死 李希列听了之后啊 简直是无比的震怒 他下令人从汴梁 也就是从今天的河南开封出发 带着所谓的赤文来赐颜真卿死 使者来了之后说 有赤文 颜真卿一听 有赤文 赤文就是圣旨啊 所以颜真卿立即下拜 使者宣读说 赐颜真卿死 颜真卿回答说 老臣无状 罪该万死 但是不知道使者是哪天从长安来的呀 使者回答说 我不是从长安来的 我是从大梁来的 颜真卿听了之后立即站起来 破口大骂 说乃逆贼儿和赤也 原来是从逆贼那来的 还敢说什么赤 所以说是骂不绝口 而敌人扑了上去 勒死了颜真卿 颜真卿享年77岁 颜真卿的死 和他的哥哥颜稿卿的死 一样的壮烈 他们都是为国家而死 都是为了心中的信念而死 数百年之后 另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一位烈士 写师称赞他 是这样说的 公死于今六百载 京中特赫 雷心天 这位烈士是谁呢 文天祥 文天祥能理解颜真卿 颜真卿 死于 为国尽忠 颜真卿 为自己人生的信条 而死 你看他的死 可能会为他惋惜 觉得他是死于非命 但是 这又何尝不是 颜真卿所追求的 完满的结局呢 在这个非常的时代里 还有比为国牺牲更大的荣耀吗 他的血始终是热的 谢谢